在我們裡面真的很多超人 就很多人很會整理資料或查資訊 然後也有一個印刷廠的老闆 可以做大幅的輸出 把很多問題都貼出來 然後或是有些人這種網路高手 就是我覺得說 開始很多以前有人看到的東西 開始被看到 讓我們給松菸護術的朋友 讓我們給松菸護術的朋友 讓我們給松菸護術的老闆 讓我們給松菸護術的老闆 就是讓我們很多 就是都是松菸護術的老闆 然後熱身案 其實大家也應該知道 熱身案其實是很久的 那我們以前會從早期 像軍庭律師那時候 韓軍庭律師都有做很多 就是很多熱身客親的同學 就是去抗爭的過程被發抖 讓他去陪陣 那我猜疑的部分主要是環評訴受 那時候也是一審辦訴 然後二審部分勝訴 後來跟一審用辦訴 最近又要上訴 就是我們幾乎每個案 都加上上下下來 就是不斷的來回 然後 那這個照片是那時候我們 之前跟一審在片段終結 大家一起在法院前面開記者會 那我們的案子當時 因為我們的當事人自己是台權會 所以我們那時候又有去 就是又有做一些過談 那下面那張照片 是日本的漢生病律師台 其實我是非常感謝他們 他們在日本去協助很多漢生病 去請求國賠 然後他們也是非常關心 台灣的輸送的進行的狀況 甚至那時候他們找地質學 從日本找地質學家來 然後收集很多資料 然後有出去一個鑑定意見書 那我們台灣的部分 其實叫黃偉銘工程師 長期的寫出熱身案 那陳文山教授 他們時候也是在出庭的時候 有出來做的 真的很可惜 最後法院還是怕我們開除 那我們就會繼續努力 那我也是很感謝那些熱情的同學 就是不斷的去為這個地方爭取 那我們想要做的是 其實捷運已經通車到回了 我們有到那邊 他們說如果熱身不拆的話 就是他們說 說一定就說一定要 就他們以前都說沒有辦法 在沒有機場的狀況下通車 可是現在機場還沒有蓋起來 然後我們捷運已經通車 而且通車蠻久 我們認為這個機場 到底是不是需要 其實是很大的疑問 而且現在機場還沒有蓋起來 並不是人民的抗爭 有任何的成果 而是它的地質條件很差 就是我們其實有看過相關的報告 它裡面其實變得非常厲害 我們就認為是一個走山的機場 其實應該是考慮重新選址 甚至可以評估說 如果沒有這個機場會怎麼樣 我們是認為真的不會怎麼樣 因為捷運都通車了那麼久 我們在過程中除了訴訟 也是跟熱心的同學 就是我們也去參加許多的記者會 然後呼籲政府 然後指定補機 然後要證視這個樣的定制問題 那台藝鋒那是跟 環境法律人協會合作的一個案子 就它是在桃園 桃園淵山燕的一個水 就是水 自來水的一個保護區 那它是一個洛華油工廠 那我們那時候是先打大的話 我們就撤銷環評訴訟 那部分其實是敗訴確定 但是在訴訟過程中 我發現 他有去使用那個波爐的部分 那我們就針對郭爐的環境變更 去進行訴訟 那是一省敗訴 二省申訴 然後現在更一省申訴 然後對方正在上訴訟 所以幾乎都是要多很久 就是安有個決定結論 那就是有一次開庭的時候 他們大西當地的居民 就是大家起來 旁邊開庭的過程 然後大家可以照料 那藻礁的部分的話 其實反正也是在美國 我們在美國95年的時候 開始關心這個案子 然後當時也曾經有協助 八個通牌報的班級去申請 依照人資法去指定為資 來保留區 那當時其實農委會跟 台灣縣政府也有去限開 然後也認為這邊需要保護 可是到最後 其實拖了很多年 都一直牛指定 那後面我們也蠻感謝 像照片中一個 桃園在地聯盟 潘中正老師 就是說他們在地的一些團體 也開始關心這個議題 讓我們一段的去 就是有些機制會 或最先行動 然後去向政府提出訴求 那後來 現在農委會後來是把它指定為 一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那桃園縣政府把它指定為 野生動物保護局 其實找到自己的植物 它並不是動物 但是用文字法比較嚴格 他們不願意用文字法去畫色 但是 就是說他們現在做的 其實沒有到我們希望做的 但是其實也是 就是說有指定保護 我們就還是有往前做的一步 其實是還沒有達到50萬的 那旁邊的是劉靖宇佛 其實我是蠻感謝他 我真的是被他堆下海 就是部分人還是 在當地班律師的時候 因為聽了他的演講 然後覺得還蠻改動 後來就參加律師公會的環境法委會 然後才認識吧 你最後一步一步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把他慢慢去了 所以他是推我下海的 然後 現在也是還沒有參與蠻野的時候 那時候就進去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認識蠻野 然後石河城柏州律師 那其實這個案子是非常多的律師 大家一起打 那主要提到的是 法律輔助基金會 然後還有工商協會 跟RCA一次救會 那他是在去年12月12號 也是辯論終結 跟一審辯論終結 讓我們期待他4月的時候會有更好的節目 就是4月要選擇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保便助六之後 就是保護區變更為住宅 其實當然我們也會講保護區的問題 你知道這其實是台灣第一個保護 就是市政府 就是台北市最早的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的政策 的狀況 然後當時那個我們也是去協助他們進行環境的訴訟 那訴訟過程中因為政府被告 他們就自己想辦法多生 所以他們就做一個變更內容的對照表通過 那通過之後 後法院說因為政府已經有處理了 所以就判我們敗訴 然後後來我們就針對他通過的變更內容 對照表去訴訟 然後這個案子也是非常曲折 一審法院認為我們沒有資格來告 判我們敗訴 然後二審認為有資格告 後來就是跟一審 就說反正報告後 現在是跟 後來就是社區確定 就是土花花鐵的部分 然後旁邊是剛有來的還真 還真姐還在嗎 還真姐還真姐 然後已經離開了 已經離開了可惜 又單小說 我覺得她是六十六萬個最佳的女主角 就是說整個過程中 我們引述了很多資料 就是他們當初居民從 一開始還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們不斷的去開會 然後讀資料 然後他們家就像圖書館 都用很多的資訊 其實我是覺得很多環境運動 真的是需要靠一個 不願意放棄的居民 就是很願意 就是為了自己的環境 不斷努力的居民 然後才能夠有一些改變現實 好 請起來居一 謝謝